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王浩南这位骑士上季虽然表现一般 这次他其实标之科学其实都骑得很好 一直就拍着橙色衣服天内惊天这只大热门 看到他一直都守在山位那里骑 如果其实他能够这次排内档的话 我觉得他的机会更加大 我在会员推介那里都推介了这只蓝门给大家 以为他有得爆了 其实王浩南一直把马刀发挥得很好 按着就拍着天内惊天 就已经在一个有利位置 就是一个主动的跑法去跑了 分两个阿姜的时候 跟着打两边 看到标之科学其实 骑士操得挺好 狀态都已经在了 最后这200米的时候 那只马头出了 以为他真的可以爆一个大冷门出来 一开来就爆了43倍冷门 很可惜最后这几步 就真的给他质素好一点的 中橫天下 和勇敢梦想 最后都追过了他 但没办法了 就是标之科学 他的位置 没那么漂亮 这次就跑回第三大 但表现都有交代 如果下一次是用牌子骑士 或者是陈嘉熙那些 有些绑减一下 大家一定要留意这只标之科学 还有加上当好的话 这个路程的话 大家盯着他 就是这只标之科学 OK 希望大家赢多些 拜拜